好 再來看到這個賈賀道修博也是會讓人家有點困擾 是彰化芬園 這個芙蓉公他們在五年前開始準備泡麵 讓單車組能夠填飽肚子再上路 結果這最近消息曝光之後 居然有遊覽車載了一車的遊客專程來吃泡麵 結果一天就吃了超過800碗 那廟方就說其實這個泡麵原本是靠這個香客他們保宅口 參拜之後捐贈免費提供給大家吃 結果現在數量嚴重不足 他們居然要撥香油錢來買泡麵 土地公廟旁 梁亭樹下坐著滿滿民眾 沒人手中都捧著泡麵 蛋口大口吃 這裡是彰化芬園鄉139縣旁大竹村芙蓉宮 廟方從五年前開始為了造福車友 貼心準備免費泡麵 讓大家填飽肚子再上路 而消息傳開後越來越多人前來 甚至傳出有遊覽車滿載遊客來參加吃泡麵 目前平均每天被吃掉的泡麵超過800碗 也讓廟方憂心孔斷吹 打開廟裡倉庫泡麵存放區地板已經空了不少 目前被吃到庫存只剩一百多箱 其實廟裡泡麵是香客參拜後捐贈讓大家免費享用 但爆紅後廟宇人潮落益不絕 由於入不敷出已經開始提拔香油錢買泡麵 每星期得多買好幾百箱 廟方也盼望擅心人士能夠踴躍捐贈 讓傳遞暗語 與善意的泡麵不至於斷吹 在林玉峰張華報導 趁機